新的做法 我們也帶您關心 這都代表我們的預料是 現在每抓到一個都不太容易 目前我們在台北市 有七個醫院在做 那個PCR的篩檢 另外偶爾還有機動篩檢隊去做 做一些熱區的這種篩檢 我們看看 在7月10號 我就前天你知道 我們七家醫院做1065個 然後機動隊做了680幾個 大概將近1700多 抓到幾個 兩個 然後昨天 七家醫院雖然是假日 還是PCR篩檢的1000個 抓到三個 所以現在每抓到一個 都要幾百人以上才抓到一個 所以不太容易 那麼事實上我們在分析 我們從以前的就不算 人多的時候 現在從7月1號到7月10號 這10年的統計 你看看 我們這個確診人數裡面204 感染源不明的是36個 所以目前我們在台北市 真的在社區感染的不多 就是說你在社區 被一個不明感染源感染的百分比不高 大概17.6% 大部分都是被感染以後 回到家裡面 然後傳染一堆 因為現在雖然大家不出門 你知道 宅在家 可是又不是一人一間 所以我們現在在家戶感染 扣掉那個市場那些 市場或醫院 我們大概就三個 目前就三個 三大感染問題 一個是市場的 一個是醫院的 一個是家戶內 市場我們大概這幾次 在北農環南上大規模的打疫苗 做篩檢 這個也慢慢控制下來 那醫院這個是 等一下會用萬方醫院當例子 你知道我們會 因為醫院畢竟是少數幾家 所以很容易密集 去看出大家你有缺陷要改進 這比較容易解決 現在最頭痛的是家戶感染 我們這家戶感染 是廣義的家戶感染 不一定是說他們有親戚關係的 比方說聚在家裡打麻將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 這種同志團體也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 大家合租一個公寓也是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家戶感染 在台北市是廣義的家戶感染 這是一個目前比較頭痛的問題 真的在社區感染的不多 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一樣 每一個確診案例 我們就盡量擴大那個疫調的範圍 看能不能隔離 有可能的隔離更多人 那也許要做很多很多的篩檢 才會抓到一個 大概目前是這樣 那麼 現在大家很關心的是 到底要不要解風 那我們大概是這樣 從 一開始 你知道 差不多兩個月前 當時我們的策略就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一旦疫情可以控制到一定程度以後 以最低的成本 維持三級管制的效果 撐到疫苗可以普遍施打 這是一開始的戰略 那麼 那麼 那麼在疫苗一邊慢慢打越多了 我們現在是用很大的力氣 你知道嗎 幾乎是用市政府 全部的力氣這樣抓 你知道嗎 才可以控制在每天確診10例以下 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一放開馬上就會回去 但是我們不可能 整個市政府 用這麼大的力氣在 控制疫情 所以最終還是要用 打疫苗的方式 如果打疫苗就不用用那麼大的力量 你知道 也可以控制在每天感染10例以下 這就是我們在以色列看到的大概就是這種情形 所以最終就還是要靠打疫苗來解決 那在疫苗還沒普遍施打之前 我們就要看怎麼用最低的成本 維持這個三級管制的效果 那等一下我們 我們大概是 我們的原則是這樣 在解封的過程 群聚吃飯還是百罪 因為這還是最危險 那麼跟民生有關的 或是經濟活動有關的 會優先開放 但是在開放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會 還是要有些配套措施 所以等一下社會局跟關專軍 會分別對這個拖嬰的機構 還有電影院 什麼解封你知道 來做事說明 好 請 好 我們接下來先請社會局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家長最關心的 0到2歲拖嬰機構適度解封的內容 好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那社會局來報告有關 0到2歲台北市立案的公私立拖嬰中心 及公共拖育家園 公共拖育家園 那麼0到2歲降載收拖的 相關指引說明 基本上對於台北市民而言 在疫情底下 我們看到兒 少 婦 老 丈 相同都面臨到照顧壓力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看到其實不只是 這個0到2歲的拖嬰 同時我們也看到這個長輩的日照 也是下一波的壓力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0到2歲降載收拖 我們是台北市立案的公私立拖嬰中心 及公共拖育家園 那開放的前提與規定是這樣 台北市從7月6號開始 陸陸續續幫 托育人員及保姆 專案疫苗接種 那麼7月6號 7號 8號 總計接種率高達95.38 也就是說有95%以上的 我們的托育的這些夥伴 都已經完成疫苗接種了 那我們以14天來看 7月20號開始會陸續產生抗體 機構若要啟動收拖 需要所有人員含除工 行政人員等全員完成疫苗接種 言下之意就是說 如果夥伴是在7月6號接種完 那可以收拖的日期就是7月20號 一時類推 7號就是往後加14天 少數的夥伴如果沒有接種疫苗 或接種疫苗未滿14天 要進出機構的工作人員 需要出示您進出那一天的往前3日內的PCR 檢驗結果的陰性證明 才可以到機構裡面來 第二個是我們的家長關心的降載收拖的原則 分區分流降載收拖 總數不得超過原實際收拖數的二分之一 不是核定數 是原實際收拖數的二分之一 那我們的幼童要分流接種分區照顧 而且要空間清潔消毒 每天要維持兩個時段的健康監測 回報到社會局來 那大家關心的收拖的這個對象 優先收拖的對象 我們的建議是第一線 台北市在今天新增了有9例個案 而針對微解封之後呢 在拖嬰的部分呢 因為疫苗接種的關係 最快最快在7月20號 如果幼兒園所有拖嬰中心 所有人員疫苗有接種的話 就可以有接收二分之一 不過要進出的人 必須做PCR檢測 更多訊息稍後回來 自己都無所謂的